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37集 石碑 第一 灵溪宗南岸三山彻底的轰动了 万耀阁内外 在这一刻是声音鼎沸传遍四方 不少人都飞快的来到万耀阁 看着那十座十碑 全部都是第一的小乌龟 纷纷的倒吸口气 十碑第一 十碑第一啊 这小乌龟居然真的做到了 我离心中上一次出现慈悲第一 还是千年前 没想到我有三次年 居然能看到这一步 这人群内是惊呼不断 这种事情尽管大家心里有些预料 可真正发生时依旧震撼 尤其是最后的三个月 几乎是连在了一起 每个月拿下一座石碑 这种速度让所有人回想起来 根本就无法平静 这小乌龟到底是谁呀 这才半年时间 他就从第三座石碑开始一路横扫 如碾压一样 成就赫赫声明 他的草木造诣完全超越了周心旗呀 莫非我向云山日后除周心旗外 还会再多出一位药师 与此同时 在十座石碑全部第一的瞬间 这十座石碑全部震动了一下 传出阵阵的轰鸣之声 这些声音融合在一起后 居然从香云山的山顶 传出了阵阵的鼎声 仿佛有巨木撞击药顶 传出闷闷之声 回荡整个香云山 传遍灵溪宗南岸 甚至还有阵阵药香 无形的扩散 笼罩八方 使得香云山的云雾 也都肉眼可见的浓密起来 香云山顶 一处洞幅内 周长老正以临时 喂养他真爱的那些五彩灵琴 忽然听到鼎鸣 目中露出惊讶 香云鼎鸣 他神识默然散开 立刻就察觉到 万耀哥十座十碑的变化 神色一动 踏空而去 紧接着 孙长老的身影也出现 还有其他筑基修士 全部都被鼎鸣吸引 纷纷走出 看去时 一个个都露出惊喜 最后一个出现的是李清侯 他原本是在打坐 听到鼎鸣后一样的神色变化 外出看了一眼 立刻化作长虹 直奔万耀哥 随着鼎鸣的回荡 很快更多人哗然 整个香云山 无论是外门还是内门弟子 全部都被震动 一个个纷纷走出 看向万耀哥的方向 这是 我香云山 治保香云鼎的声音 万耀哥内 出现了十倍第一 开闯了千年 千所未有啊 即便是清风山与紫鼎山 这一刻也都被惊动了 张大胖正垂着头 被身边一个样子妖娆 模样绝美的女子训斥 这女子 就是她对白小纯诉苦时 提到过的老妖婆 此刻这女子听到这鼎名号 神色一动 抬头看去时 张大胖也呆了一下 诧异的观望 香云鼎啊 香云鼎竟传出名音 莫非香云山的弟子里 有人在某一样考核中 达到了完美的程度 同样的一幕 在清风山也出现 清风山的那些长老 以及长座也都侧目观望 渐渐的 香云山万耀阁内外 来人越来越多 白小纯在人群内 听着四周人的哗然 看着那十座十碑 她少见的 没有加入欢呼之中 而是心中生起一丝 说不出的情绪 她默默的站在那里 脸上露出笑容 这笑容没有得意 没有傲然 有的只是淳朴与开心 一年多的时间 从第一个石碑开始 开创了一个奇迹 成就了石碑第一 这些都是虚名 而她最大的收获 则是对于草木 对于灵首 对于这些身为灵童 需要掌握的知识 已经熟赖于心 可以说 她给自己打下了一个 罕见的厚厚的基础 此刻回想这一年多来 太多个日日夜夜 自己疯狂的研究草木 研究灵首 白小纯感慨之余 也有唏嘘 放眼整个灵溪宗 即便是内门弟子 也没有人能在草木造诣上的基础上 深厚过白小纯 这一刻 白小纯很满足 很快的 一道道长虹 从四周呼啸而来 长虹内露出的身影 每一个都散发出惊人的修为波动 周长老 孙长老 李清侯 都在其内 他们都凝望十座十碑 看着排在第一的那个小乌龟 一个个目中露出明亮的光芒 尤其是李清侯 他在看到小乌龟的图案后 先是一愣 随后神色满满的古怪 片刻后哈哈一笑 目光扫过人群 当看到白小纯时 他目中深处 有外人看不到的赞赏 许久 大袖一甩 带着笑声离去 他很开怀 他一眼就猜出 这小乌龟 正是白小纯 在那些长辈离去后 内门弟子的身影逐渐的多了 看着那小乌龟 这些内门弟子也都心惊 他们都是从外门晋升上来的 清楚的知道 这万要阁的石碑 只有在外门时才可以去闯 故而 其难度之大 根本就难以比喻 身为外门弟子 能做到如此程度 一定是天教 哼 我等身为要徒 重点是炼制灵药 草木造诣再高 炼不出灵药 也是没用 这些内门弟子里 有的赞叹 有的露出不屑 可无论如何 他们对于这小乌龟 已深深记住 甚至在心底 已大有了忌惮 毕竟 虽然不知对方日后炼药如何 可一个如此牢固的基础 将使得对方 再成为要徒后 顺利的太多太多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有恒 四周的哗然还在持续 直至周新奇出现 站在蓝铃上 凝望十座石碑上的小乌龟时 众人才慢慢的安静下来 一个个都看向了周新奇 这种全方位的 在十座石碑上 全部被压制的感觉 让周新奇的目中 露出不甘心 以往 都是他带给别人 这种复杂感 可如今 轮到自己这儿 让他只能沉默 你到底是谁 周新奇咬了咬牙 虽不甘 可曾经的几次尝试 让他明白 那神秘的小乌龟 在草木造诣上 已经到了一种 不可思议的程度 他如今没有什么把握 可以超越 沉默许久 对于这个小乌龟 已经是牢牢的记在了心底 草木上 你的确比我强 那么等你成为药徒后 在炼药之路上 我不信你可以永远将我超越 周新奇深吸口气 神色慢慢的平静下来 他已参加考核 已然晋升为药徒 此刻最后一眼看向石碑 转身一晃 木然远去 这里 这是我成为 伟大药师路上的第一站 白小春在人群内 也最后看了一眼 石座石碑 毅然转身离开 石碑第一的轰动 在之后的日子里 持续了数语 依旧还有人谈论 尤其是每当众人来到万耀阁 看到石碑上的小乌龟时 这种议论都会加剧 同时 周新奇的那些倾慕者 更是漫山遍野的寻找 大有不惜一切代价 要找出这个小乌龟的气势 尤其是那位前姓青年 极为恼火 也加入到了寻找之中 搅动了整个灵溪宗南岸后 在这无数人 每天都在谈论小乌龟时 白小春在他的院子里 正红着眼 操控身前的一片树叶 他在研究 举轻弱重的境界 实际上大半年前 他就经常研究 这种境界之法 可却始终只能触摸一丝 无法真正的融入 如今万耀哥的事情结束 白小春眼看那些周新奇的倾慕者 不断的寻找自己 内心起了危机感 索性避一避风头 开始全身心的放入到了 举轻弱重中 举轻弱重是速度啊 举轻弱重则是一种掌控之法 白小春一眼中露出沉思 这是他这段日子里的感悟 或者说 这种掌控实际上 就是一种体内灵气的爆发力 白小春双眼一闪 他如今宁气六层 体内灵气如大喝一样 在举重若轻的境界 可以做到持续的不断 发挥出惊人的速度 早已有种名物 知晓所谓的境界 实际上就是运用体内灵气的法门 如同是一片叶子舒展开来 能吊起一块小木头 可若是卷起来 能吊起一块小石头 但若是撕成一条条编织在一起 则可拽动更沉重的物体 材质一样 只不过组合的方式不同 所以发挥出的强弱也不一样 而举轻弱重 就是这样一个法门 一旦掌握 就等于踏入到了这个境界里 白小春思索良久 挥手间远处一片叶子飞来 漂浮在她的身前 在她这不断的尝试下 这叶子时而速度极快 时而缓慢 如有山崖 一次不行就十次 十次不行就百次 百次若还不行 就千次万次 白小春不知道 自己尝试了多少次 她院子里所有的叶子都碎灭了 于是她外出又寻找了叶片 到了最后 整个香云山 所有非灵直的树木花草的叶子 都被她取来尝试后 终于在一天黄昏 白小春目光闪动 恰绝一指 她面前的那片柳叶 看似轻飘飘的 可在落下的瞬间 如同山岩砸地 轰的一声 院子的地面一阵 仿佛这柳叶重若千决 成了 白小春眼中弥漫血丝 可身色却振奋 起身右手一甩 小木箭飞出 成为了一道黑线 刹那远去 不但速度更快 威力更是比之前强悍了至少一倍 甚至隐隐地都出现了尖锐的破空声 鸿鸣中 远处的巨大山岩 直接四分五裂 崩溃开来 这种威力 已经不是宁气六层可比 即便是宁气七八层看到 也都会大吃一惊 心神震动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